完成怎样的关系呢? 走向是如何呢? 选择你有感应的牌卡 如果你需要暂停就自己按下暂停键哦 你所想的那个人想要跟你发展怎样的关系呢? 那有一些人是断联 有一些人是非断联的情况之下 你们自己去做一个套路哦 如果你们是完全的封锁的话 他原本想要跟你发展的是什么样的关系 你就用这样的假设性去做一个解惑 来 他想跟你发展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来这边看到的是 一样抽三张哦 魔术施政位 魔术 魔法 觉醒 两极 极端的可能性哦 来 你所想的这一个人呢 我们透过独角的时候 他想跟你发展怎样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一张牌卡探哦 是魔术哦 就代表其实呢 他希望你们两个这些有用有魔法一样 想要成为什么事情呢 都可以去成真哦 那就也代表的是什么许跟愿望 相信其极 就把它跟你之间呢 魔法正在围绕着你 如果你们最近呢 或者是他跟你之间 都彼此感到沉重跟无趣 或者是无望 你不要紧张 因为这一面代表的是 你们纯正的一面是需要被保护的 然后更藏匿的哦 那我们说魔术是多多少少 是代表变化万千 然后会去尾 会去把一些不好的事实给藏起来 只看到美好的世界哦 所以也就是代表说 跟独角说做一个珍贵的连结 那相对于之下 他想要跟你之间有一个神奇的存在哦 因为他想要邀请你来到这种神奇的魔法 所以他只想要正面 他不想要有一些 和外的不开心的能量 他希望你可以像变魔法一样 他也想要变魔法给你 然后就像精灵 比特帕那个精灵 来了三三的金粉 这样的咻 然后想要帮助于你们两个之间的快乐 你们的之间的障碍可以赶快的 轻松的解决 然后只剩下快乐哦 也就是代表说 目前的你们两个的关系 可能是属于有点迷思在逻辑外的世界 就是把这个人没有什么逻辑性 他只想要跟你之间呢 存在是一种奇迹般的那种开心的能量哦 也就代表他如果说想要跟你之间 他希望他的人生中可以许一个愿望 然后你就可以帮他实现哦 所以是怎样 你现在是有钱人死鬼推磨 可不可以来帮香香实实现一下 还是你跟香香一样 有一种能力是可以帮助于别人去梦想成真呢 这边也代表他希望在你的身上 得到梦想成真的力量哦 那我最爱用的感情的共生与寄生虫的关系 我这边看到他似乎是一个寄生虫的关系 希望你可以变魔法方面的给你 可是他这个寄生的能量也有想要帮助于你 他也想要变魔法给你 然后所以他有一种也是一种共生的这一个能量 就取决于他的能力如何了 好好不好 可是这边当然我们 因为我这边不看着你 我会希望呢他是可以变魔法给你 可是就算他没用 他也会想要把他人生中最好的魔法给你 所以今天呢也就代表如果今天他只有一个馒头 肚子饿了 他会把所有的馒头呢给你 然后自己吃一小口 如果他可以的话 他有能力的话 他是愿意帮助你 那还有活在当下 我就说他这一个人他没有要落实于现实生活中 他活在幻想里面 他希望卡卡行行的 也就代表他要注意你的想法哦 你们两个人呢 他希望跟你的人生是有一种目标跟指导 往前进的 那活在当下 再把他先看他眼前的每一步 然后再慢慢去规划未来那一步 所以他不会想的太过于远 他会注重于眼前哦 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会被忽略 他容易担忧恐惧怀疑跟分心 可是他又试图想要控制他的意志 你去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哦 所以他想要跟你怎样的发展 他想要跟你之间是放慢角度 然后花时间在沉思雨季冥想 那希望彼此的灵魂可以摆脱一些束缚 比如束缚是什么 自我掌控 或者是你对他的掌控 彼此的掌控 他希望这段关系是活在当下开心就好了 他会意识到说你们两个人 之间的未来真相是什么 哦 一切都很好就好了 所以代表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发生的问题 他会希望你们两个可以去挑战跟克服完美的解决 就代表满足需求是非常重要 来 魔术师我也说的是要满足需求哦 这边一样 甚至他希望他是被爱的 所以他希望你们两个人之间 都是彼此爱彼此跟保护的 可是他才是受保护的那一个哦 所以我说他的寄生能量会比较强烈 那有一些有时候有双向你们自己去对应 那西路这种意识 他才会感觉到平和跟放松 所以他需要的是怎样 照顾着 他需要有人照顾他 那如果可以 他那是你给他照顾多少 他也会想要同等的回馈你 在他能力有办法的情况下 他会想要给你真正的平静 跟好好的去跟你之间创造一种可能性哦 他这种可能性比较务实 比较满 然后就是享受当下 所以你说到什么浪漫的感觉 他会变给你 可是他不会是一种长久 我还会希望跟你之间走向的是一种 嗯 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就是一种 嗯 享受当下的开心就好 为什么 因为他的现实生活状态中 其实他是有阴暗面的 可是他会把他自己的阴暗面藏起来 所以就会代表一些分属 会跟我分享说 他的男朋友又封锁他的现实了 他发现了 他有一些现实会给他看 有些现实不会给他看 就跟有一些人会做一些 只给自由看只不给谁看 的这个动作 他是会做的哦 所以如果没有阴暗面 就没有光明面 他是一种很两极化的人 他活在阴影中玩耍 可是相对于这 他只想要让你看到他其中一面 如果他给你看到的是黑暗面 那你就看不到他光明面 因为其实他还是有 双重人格非常的严重 可是他觉得你非常的可爱 跟你有价值的 所以 你梦子会有一种 觉得有种被骗人的感觉 或者是被隐瞒的感觉 其实他有一种变相 就是想要跟你维持现状 所以他自认为将是保护你 可是其实某种程度 就是一种变相 他认为善意环严的欺骗哦 那没有黑夜就没有白天 所以他这一个人 他呈现于 有一种把自己 你有可能看到他黑暗面 有可能看到他白天面 所以某种程度 他想要在你的身上是 他有一点点就是 真的是活在当下 他试图想要跟自己的阴暗面 做一个和解跟整合 他要摆脱 他认为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某种程度 他是真的有一种 说好的能量 跟欺骗的能量在里面 可是不见得说 他是想要框你或骗你 他想要让你看到的是什么 他是完美的 所以因为他感觉你是完美 他想要像你一样 这么的有光明 或者是你是暗黑系 那他就会希望 跟你一样的黑暗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 去做一个可塑性的 去配合你 所以他希望你跟你之间的人生 是开开心心的 然后彼此是互相包容 跟彼此的改变 可以好好的前进 好吗 所以有没有深深的感受到 他的浪漫是还蛮奇怪的 所以他的星盘里面 一定会有那种 想要满足于 对方想要满足 又爱撒谎的星座 那满足性非常高 他爱你就很深 又有双重人格 那就是天蝎座 还有星盘里面 还有什么座 会有这种双向 其实双子座也有 双子座也有 一个有将能量的人 那我来看还有什么星座 星盘里面还有什么星座 会有这种能量 满足于你 然后活在当下 又要看这个能量 天蝎座也算了 好不好 所以星盘里面 就这几个星座的人 会有这种感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动物神域卡了 想要告诉你什么 这一个应该是蜥蜴吧 来 我们来说 蜥蜴代表的是什么 某种程度就是这种本人 他非常的敏感 那蜥蜴也代表是 感知跟感官的领域的专家 他有第六感 他会听到 然后一些东西 但他不会说 他可以看到一些 危险化的东西 所以 这是一个很令人惊奇的礼物 所以也觉得代表 蜥蜴是一个很容易 怎样 进入到拥挤的人潮 可是他 你不要看他这样 蜥蜴可以慢慢爬 慢慢爬 可是他是可以做大量旅行的 然后甚至有很多的刺激 其实蜥蜴他是比较 不会那么容易受惊一下 那张牌卡也代表 你要从明亮的灯光 然后走向大城市中 慢慢慢慢的撤退 那我有说 这有一个良极嘛 所以要回 他想要跟你建立的连结 是回到那种内心的艺术 他其实某种程度 他都是动不动的 就在思念你 然后跟说术 呼喊你 跟呼叫你 他希望跟你之间 是有一个心电感应的 可是当他状态不好的时候 他难以捉摸 甚至没有办法 承诺他该说的事情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一个人 他有 刚才我说的 就是有某种程度 有些隐性善意的谎言的 欺骗的能量 可是不代表说 他不跟你继续 他想跟你继续 只是他希望 让你们的世界 都充满着梦幻与美好 也就代表 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他不想要让他 自己现实的生活 而忍真 让你很明白的看见 他这里有推到程式 也就代表 他没有让他看到 他没有让你看到 他真正的世界 所以他有隐藏另外一面 可是那是因为 他想要跟你 创造美好的未来 才这样子喔 所以恭喜你抽到了一个 他想跟你发展 什么样的关系 他想跟你发展 开开心心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说 想要结婚什么的 什么确定 这边都看不到 哎 没关系 没有办法他要确定感 那交往中的人 想要这种拍卡 没有办法结婚 对 就是这样的关系啦 但他想要开心 活在当下就好了 但他是有负责的喔 他会希望能够满足于你 如果他能力有限 他想要变魔法 什么都满足你喔 希望能拍卡 就给我的赞 如果这些拍卡 没办法解决问题的话 你觉得你们两个关系 还是某某东东 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 免费的占卜一次喔 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Facebook呢 相对于之下 已经领取的人呢 还是有获得免账的机会 是长期的 不会中断 除非我生老病时 不知道人在哪里 OK 所以就领取起来吧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 第二组拍卡呢 请问你所想的他呢 想要跟你发生 呃 发展成怎样的关系 那如果你是断练的话 那当然你们就是去看一下 他原本想跟你走向什么关系 后来没有喔 好不好 做一个检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说想的他想要跟你发展 怎样的关系 自由的 富足的 觉醒 所以这一个人想要跟你之间 是自由的 不受拘束的 但是自我一起 你们可以一起成长喔 然后不论是在财务上啊 或者在心灵上 都要去做一个觉醒的动作 所以这一个人想要跟你发展的关系 也是一种成长关系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喔 以第一张牌卡 看到了自由牌 就知道说他没有想要绑住于你的 任何一件事 因为他觉得生活是一种狂野而自由的 所以如果今天跟你扎一起 他会选择一个自由的状态 所以你们断开 会不会是因为 彼此当中他可能会觉得 我们太过于束缚了 会不会要求你自己有自己的空间 我有自我的空间 我们彼此是一种无限灵魂的自由的力量喔 不应该被任何人所局限 所以这一个人很喜欢开放性的关系喔 他真是觉得 就算你们在一起 我们也要拥有我们彼此自己的人生 好不好 他会创造一些他所想要的一切 他不会因为别人怎样 而他就去决定他该如何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想要取悦这一个人的话 那你要保护好自己 不然他反而会批判你 为什么要去 去束缚他喔 如果你跟真的在一起 请你不要割自己的梦想 你应该勇敢去追梦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疯狂 会想要去拥有一些神奇生活的人 如果你一直等待 那这一个人永远 他是不会给你一个良好的 良好的悔困 因为这一个人他想要的是 自由的力量喔 他希望我们彼此 你们彼此的心是走向自由的 所以自由 自由 自由 你就知道我真的没办法被束缚啦 他真是觉得跟你之间的关系 就像一个美丽的戴翅膀的嘛 他会邀请你站在他的背上 可是不应该有批判 而是有无限的魔力 所以他会鼓励你自由的飞翔 也希望你不要去束缚他的人生喔 好不好 所以这边又抽到了 富足牌 我们说富足代表的是什么 丰盛 你看这个彩虹 代表这一个人很喜欢追梦喔 他很享受生活上的所有的一切 他觉得你非常的有钱喔 他希望跟你之间也是共同创造 共同的财富 祝福的彼此 所以即使你们断练了 其实他也是会祝福的你喔 只是说也许你们两个人不在同一个领域 占有意里那么强 因为你有自由派 他会希望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渴望在生活里 是一个充裕的人生 所有的资源是共享 而且充满的能力 而且他是一个很喜欢做梦的人 他会希望他能勇敢的去相信 他说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都会去做 只要他可以这样满足他的另一种梦想跟幻想 他会觉得其实你也是一个蛮有无限可能的 跟你在一起好像可以实现很多的愿望 可是呢 对于宇宙来说 真的没有所谓要太多 所以也就代表 他有点贪心 他想要拥有所有的 丰富的财富跟祝福跟富裕的生活 他不觉得那是贪婪或是自私喔 所以呢 他也会很努力的想要去分享他会的东西 所以他会想要跟你之间去互相的共生 共相互会喔 所以也就代表 如果你们有共同的资源 他是很愿意很大方的跟你一起去分享 可是真的要让他快乐 要让他自由 如果你不让他自由 他就会很小气 会很担心的不愿意去跟你分享 因为那张牌一样代表 自由欢乐跟富足 所以这一个人想要跟你的是开放性的关系喔 然后是欢乐的关系喔 其他任何东西他就没有想了 所以这一个人蛮同老简单 是发达的 所以那种牡羊座的能量 射手座的能量 都会在这里面喔 再来就是说什么 他今天要跟你的时候 他有一种意思 他也是活在当下 所以这一个人你说 要建立长久的关系 当然啦 就不太可能 他想要跟你这件事一种 分享互相啊 然后甚至互相有那一种 人生的指引或是指导喔 所以这一张独角说 代表他充分的活在当下 他有一种精致是精致的比 如果他今天跟你开心又开心 所以如果你是分手断练 其实基本上 他也已经放着你了 因为他要去享受 他人生中的当下 也许他会担忧 他会恐惧 他会怀疑 然后又找自己分心 可是他试图想要 从这个意思里面 去解决这些问题喔 所以他的人生 如果遇到了什么困扰 他会很勇敢的去解决 可是他能不能解决得了 你就看其他的影片 或是找我观落影喔 他 你跟他之间 如果你想要继续下去 你很需要花时间 去诚实跟冥想 让你的心静下来 你就会意识到真相是什么 其实一切都很好 不论你们现在是任何的状况 他觉得每一件事情 都有完美的解决喔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得到满足 你不用紧张 你是安全的 你是被爱的 你是要保护的 所以相对于指甲他也是喔 他希望被爱被保护 那 你要说他是寄生的关系 我觉得他还蛮 不是寄生欸 他是完完全全的 有种那种 过客性的能量喔 可是如果说你跟他可以 好好地相处 那你就想像 你们不是什么 波长曲线 不是交叉曲线 曲线 无止境地去交汇 他希望你们保持平静 然后很像平行线 一起成长 一起前进 这样的关系才能永久 因为他希望 是活在当下 希望能够感受到 真正的平静 是此时此刻呢 就拥有现在就好了 所以对于分手锻炼的人 他也会觉得 那我们就维持这个现状就好了喔 非常非常强烈的感觉喔 明白吗 所以啊 如果你们正在关系中的话 你们只要把 保持开放性的关系 你们就可以继续 用久的下去 所以他是需要有 各种空间 跟一些规划 如果很不信任 你们是同居 你们一定要分房睡 然后偶尔可以睡一起 可是大能量是不要 太过于亲密 对你们来说比较好喔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是怠鼠 代表消除干扰 所以也就是代表 他跟你之间 如果他像你禅间的话 他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 要消除的是干扰 不应该是有障碍的喔 那因为代鼠代表是沟通能力 那也是地球上 接地气的能量 只要保持专注 其实某种程度 代鼠是可以帮你更有意识的 会让你怎样 嗯 有真正的力量 因为代鼠是非常有力量的时候 如果你 失去力量 或者是分心的时候 你要对自己展现真诚喔 有时候你结束这个分心 闭上眼睛 你将会转移注意力 真正阻止你前列的 其实是来自于你的想像 你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 必须要跳过它 就像代鼠一样的跳 有时候我们要增加分心 或者是拖延 就代表我们分心或拖延的时候 你要保护自己不要受伤喔 所以你要心理想的自己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个 你在开放式的这种关系 然后他且看且走 那你要安全行事 还是要勇敢的追逐你的梦想呢 可是如果跟这一个人 你是享受当下 拥有的梦想的话 那他是一个很值得去 去做一个很像代鼠盟友的一个人喔 只要你愿意跟他一起 展开行动的号召 你们承诺你们的生活 其实是可以一起轻松跟快乐的 去实现这一个梦想喔 所以这就是给你的牌卡 所以跟这一个人呢 等于是有一种 你要确定你的三观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很需要承诺的话 那这个人是不会有 可是如果你需要有那种开心的能量 跟这一个人之间啊 是可以得到一些快乐的满足的话 那这一个人 当然啊 就是会给你最好的回馈咯 那喜欢我的牌卡 记得给我个赞 如果这牌卡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你感受不到跟他之间的发展的话 那一定要记得 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 然后就让我来 好好的为你们打开你们的天宁盖吧 那如果说你已经使用 但是你还是有很多经济的困难 或者是更多的疑惑 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Facebook 我呢 不定期的都会有免费的占卜 然后一张牌卡 就会解决你们的问题 那还不赶快follow跟凌确起来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 拜拜 第三组牌卡呢 请问你所想的这个 他未来想要跟你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那如果你们已经是断练 那你们就想一下 他原本当时想要跟你的发展 关系是什么 所以才会变成 断练的这一个状态 是不是不符合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哇 生气耶 怎么会最后面的牌卡是生气呢 好 全面这两张牌卡看起来呢 很新银 有没有 没有感觉 没有见过的感觉 因为我就少 抽到这个牌 那我们来看 这张牌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说 细数你的祝福 并享受生活 就是把他想要的是简单的事情 永远期待他可以 在你的人生中 他想要跟你 听得更好 这一匹一马呢 是一种俏皮的小仙女 他希望每一天都可以在你的 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 偏偏的起舞 然后鼓励你啊 在欢乐之中 过得开心 所以他希望跟你之间 有一种 玩乐跟乐趣的状态 来应对于跟你自己的状况 他相信跟你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所以他刚开始 就会比较像是 同心未明 想要用 将心比心的感觉 跟你解决 生活中的问题 就是今天吵架不要过夜 当下 生活也许艰难 开心赶快解决 就算了 所以呢 他也是会认真 努力工作跟付出的 他也知道 人生要 要付出的 努力跟牺牲 才能赚到钱 或者是 让感情更美好 所以他会想要 跟你之间 保持一种快乐 跟真相的希望 所以他是一个 正面力量非常非常强 只是说他跟你之间的关系 他想要放慢角度 他觉得从最简单的事情 就可以获得快乐 所以他想要简单 不要复杂 所以你如果要变得很复杂 什么去编试 编立他 说希望他可以完成你的梦想 那不可能 因为他只想要简单的晒晒太阳 然后让阳光温暖他的肌肤 享受未然的天空 他想要就是这种简单的微风 坐在树下 坐在草地上 停下来闻闻花香 跳舞开心玩耍 就度过人生了 所以他要的理由 是非常的简单跟快乐的 所以如果你期盼他给你更多 那没有办法 他只想要享受 然后呢 他希望我们 虽然有积极的能量 可是他更倾向于是简单的欲望 然后就能得到简单的满足 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个人身上 得到大富大贵 那可能就很遗憾的告诉你 是不可能的啦 好不好 那你的人生呢 他想要跟你这件事 是有一种可能性的哦 所以就代表说 你可能有你的标准 你的期盼 可是他也知道 你有一种无限的可能 也就代表 他虽然想要的很简单 可是他知道你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 你很厉害 可是其实他就有某种程度 他是不想要跟你去冒险 这个人生跟拒绝改变的 所以有时候呢 生活也许会逼得他要改变 那时候他才会不得不转身跟去改变 他不想要就是觉得老是受害跟委屈 他其实是看得到隐藏的一些状况的 可是他希望隐藏的状况 看到的是礼物跟祝福 所以他比较容易活在自我催眠的幻想里 巨蟹 跟天神座的人会有这些能量 所以他是活在一种美丽美好的世界 会想像有一个美丽的飞马 会飞过来的 然后所以他会希望所有的状况都是一个 可以提高彼此视野 然后我们可以飞得更高啊 所以他就是只要想像的话 简单的快乐 我们都能得到很快的就能够满足 所以他是一种带着一种 我说的想像力很有的创造力的火花 他想要跟你之前都创造一点小小的火花 完成小小的火花完成 慢慢慢慢的累建很多的火花 你们两个人呢 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可以去慢慢的完成喔 所以他没有要很快 可是他觉得 你们两个人之前可能会吵架 为什么会吵架 因为我们说这是愤怒牌嘛 就代表不是说不能吵架 要有安全可靠性的去 去把这个愤怒做一个尊重的释放 如果没有尊重的话 你对他吼叫 那他觉得不是很OK 他觉得某种程度有时候 他虽然希望很多是简单的快乐 可是也有可能某种程度 也是他自己 因为这是双向 你们其中有一方或是两方 都很会争吵 只要违反自己的期待期许的时候 就会愤怒 就会吵架 你如果逼着他做 他不想做的事 他也吵架 他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人 通通简单 事实发达 对不对 没有到他的期望子去走 他就生气了 因为他很感觉派 所以我刚才说的那几个星座 就有这一种能量 钻牛腰间不符合他期待 他就失去了力量 甚至他就发飙生气 就是因为他内在有一种很深沉的那种恐惧感 跟不安全感 那相对于这下 他是有那种野性的美 可是有时候释放生气是一种 是一种能量 其实没有不好 可是就是要控制好 他要跟你之间有一种那种小心小爱 不是那种多轰烈的那种爱情 可是他是希望你们慢慢慢慢的堆积情感 然后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这一个是一个 算是一个 宽 宽还是宽 对对对 接受祝福 来这代表是说 赠送是富足跟好运跟繁荣 也就是代表你不用紧张你们两个关系 只要照着他的那种状态走 小小的慢慢的堆积 各种的美好的能量 最后面呢 你们会变得越来越好 也许现在你被日常生活中的压力 就是压的就是分散注意力了 看不到你跟他之间的未来 可是你不要紧张 其实旁边有很多祝福都是围绕着你的哦 只要你准备好的话 他就像你养的这只新养的小狗 或者是小猫 或者是新的宠物 你可以在他身上学到很多的宽束治愈 你原生家庭的裂痕 或是你原本心里面的创伤 你会得到成功的进步 因为他是真的会跟你创造一些小小的火花 慢慢慢慢的潜行的人 所以你是选到了一个很正确的人哦 你要允许会有新的领域来进入到你的家 所以为了你 你必须要怎样 相对于之下 你是可以跟他去创造很多美好的想象 然后会有很多的未来哦 所以只要你愿意接受 你生命中的所有的好运跟爱都会送过来 只要你愿意的话 你有任何的情商或任何的创伤 这一个人是来治愈你的哦 所以呢 你就跟他有一点 我们说小情小爱 慢慢慢慢的 最后你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好 大家说恭喜你啊 你们的发展其实是很好 只是说比较 家庭式家人式的朋友式的恋爱 也许没有什么什么很浪漫的火花 可是其实很多生活中有小小的感动 累积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哦 所以恭喜你啊 那喜欢我拍牌就给我个赞 如果是拍牌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话 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单谱一次哦 那如果你已经使用了 又想要解决疑惑的话 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fastbook呢 反正缝链过节哦 我就是会有举办抽奖 张张有的奖就怕你不领取啊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 拜拜